疑似是官司纠纷 开枪泄愤 台中市后里区发射了一起枪击事件 嫌犯疑似因为跟被害兄弟有官司的纠纷 不满对方傲慢的心态怀恨在心 13号深夜呢 尾随陈姓兄弟在后里的一家超商前 持枪朝两人各开了一枪 兄弟俩大腿跟臀部分别中枪 倒地哀嚎 吓坏了附近的民众 纷纷跑进超商内躲避 警方在三个小时之后 火速将开枪的黄姓男子 以及一名共犯逮捕到岸 嫌犯似乎早已守候多时 一发现被害人远远从超商这边走过来 立刻从银色乡行车上下来 监视机华明看到他持枪逼近被害人后 随即朝两人下半身开枪 分别打中两兄弟的大腿和臀部 被害人受伤逃命 嫌犯还追了过去 看着兄弟俩倒地后才开车逃逸 超商前众目睽睽之下大胆行凶 附近民众听到枪响吓坏了纷纷躲进超商内 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在13号深夜将近11点 警方到场立即将受伤的两兄弟送一急救 见识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不发弹两颗弹壳两枚 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 三个小时内迅速地将开枪的黄姓男子 及一名同伙逮捕到案 因为官司纠纷怀恨在心愤而行凶 受伤的陈姓兄弟送一急救后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征讯后一杀人未遂罪嫌送犯 同时也将深入追查 嫌犯是否涉及不法以及枪制来源 谢谢我们林家明 陈诗杰台中报道